谈到民国史,也介绍不少早年在国民政府的将军和高官们,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在影视圈中,有不少红的发子的大明星,原来是国军高官的后代,其中也不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将官后人。 除了他们取得了令人称献的成绩,他们的身份与背景也是令人尊敬三分。 以下就跟大家介绍几位,如果有遗漏的,可以在留言区帮忙补充哦。 第一位,王祖贤 祖父王国藩是安徽人,早年曾入国民政府军统,兼任泵部水上警察局局长,后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入台湾。 1952年,公职国立台湾大学总务处。 曾祖父王仁峰,曾为同盟会先驱,金陵举事前,为制造弹药师去左臂,人称王一首。 王祖贤的父亲王耀黄,曾为台湾篮球国手,代表中华民国,参加1958年亚洲运动会等国际赛事。 王祖贤自求学时代便崭露头角,中学时其位逃避繁重课业,加入篮球校队。 因其外形亮丽,常常成为众人焦点,在同学鼓励之下,便报考台北国光艺校。 16岁就读台北国光艺校的王祖贤被发觉,在台湾拍摄第一部电影《今年的湖畔会很冷》出道,该片获得金马奖三项提名。 1985年,开始参与香港电影演出,1987年,以电影《倩女幽魂》轰动亚洲。 2004年后,宣布西影,现影居于加拿大温哥华,闲时也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近况。 第二位,刘若英。 祖父是黄埔一起毕业的刘永遥。 当年黄埔军校成立,招收学生的年龄限制是要在18岁以上,25岁以内,但刘永遥不满18岁,还差一岁。 就将自己的年纪,抱大了两岁,方得以入伍,算是第一期最小的学员。 刘永遥从军一年后,在东征陈炯明的战争中,立下战功。 1926年,苏联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,后来的蒋经国、戴利等国民党要员,都到过这里留学。 刘永遥因为成绩优异,1926年,他与九名黄埔军校学生,并和邓小平、乌兰夫一道,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。 1927年,从苏联归国的刘永遥,升为上校团长,担任军校的政训处总教官。 这时候,他实际年龄只有20岁,听他受训的军校学员,很多比他年龄都要大。 刘永遥1949年时,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次长,代理国防部长,还主持国民政府,撤网台湾运输等事务。 这时候,他42岁,已经是陆军二级上将了。 1949年12月31日,随中华民国政府撤网台湾。 刘永遥同故驻同一道,从成都机场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。 经海南岛到达台湾,刘永遥负责安排所有的部队人员和资重安然撤退。 但他最终没能说服,次子刘维武一同离开,并给小儿子留下一长串人名。 你记住,民国26年,我在湖南省政府工作。 周恩来那时在衡阳,我们时常见面,讨论国共合作和对日作战事宜,以建立其友谊,他会记得我的。 此外,共产党上层的张文天、武修全、邓小平、乌兰夫、王驾祥、杨尚昆等人,是我刘苏的同学。 还有徐向前、陈庚,是我黄浦军校的同学。 日后你有需要,可以找他们。 而刘永遥的长子叫刘伟文,就是刘若英的父亲,因为后来刘永遥退出军事领域,致力于教育,还当过台大教授。 孙女刘若英也说过,他祖父的文学素养,对他影响很大,还曾经发过脸书描述。 1950年10月,刘永遥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,晋升陆军一级上将,后退出军界。 同为黄浦军校一旗的,还有秦汉的父亲孙元良。 孙元良19岁,进入黄浦军校学习。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,任国军第16兵团总司令。 1926年,国民革命军北伐,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,在奉心为命撤退,差点被枪毙。 后因削月、刘志等说情得勉。 1937年8月,参加813松户会战,率兵坚守阵地76日,伤亡惨重。 孙元良命令国军524团,团附屑禁援,死守上海,最后阵地。 即为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。 第二次国共内战,在徐邦会战中,任国军第16兵团总司令。 徐邦会战后,孙元良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,退役从商。 2007年5月,孙元良在台湾过世,享受103岁,是最后一位过世的黄埔义齐学生。 此外,孙元良的叔父孙震,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,于1949年迁居台湾。 另外,还有关芝林,一直外传祖父侍,黄埔义齐毕业的关林征。 虽说关林征,在国共内战后去了香港,但经过查证,关芝林并非其孙女。 关芝林,父亲关山,本名关伯威,满族人,出生于辽宁沈阳。 而关林征,陕西人,长子关伯男,次子关伯杰。 虽都在香港,儿子也是伯自辈,但并无关系。 第四位,王妃。 王妃的祖父王兆民,在1940年代后期,也是政坛显赫一时的人物,官制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。 王兆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,和台湾名人李敖的爸爸,是同学兼好友。 第五位,向华强。 向华强的父亲向前,是国民党少将。 曾任中华民国国安局顾问,及乔务委员会顾问,亦曾于香港从事抗日活动。 战后在香港成为义安工商总会的领导人。 同时成为国军情报单位的主管,及受蒋介石班少将军衔。 第六位,林峰。 TVB《小声林峰》在2001年,与古天乐合演的《寻情记》中,饰演赢政成名。 他的祖父林梦飞,出生于台湾台北市。 黄浦军校第四期学生,国民党少将。 曾任福建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等职。 1949年8月底,林梦飞随身攜带,煞门军事不防图,林梦飞借此投共,起义叛变国民党。 解放后,历任民阁第六,第七届中央委员,第八届中央监委常委,第六,第七届省政协副主席。 第七位,歌手黄大伟。 其母张吕衡,为张作霖第五子张学森的女儿,是张学良的侄女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